自卑和我慢是怎么形成的 怎样才能来到没有自卑和我慢 自卑因为对自己没有信心 心灵空虚不安 没有实力 所以就自卑 那个自我又喜欢跟别人攀比 比起来就觉得好像别人样样都比我好 别人比我有学问 别人比我有钱 别人住的房子比我大 别人怎么样 别人的老公比我们的帅 别人的小孩生的比我多 人就是会很无聊的一直要跟别人攀比 他比别人好的那部分 如果他要找自卑的时候 他比别人好的那部分他不知足 就是要找很多 觉得不如别人 好了 这种攀比的心 就会让自己 渐渐的 赢不过别人 不如别人 好了 那种自卑心就出来了 自卑一段期间之后 他的心好不好受 不好受 不好受他一定要找出口 一定要找出口 所以他就必须要把自己变成为 从自卑冲向我慢 我这里赢不过你 好 我设法要出气 我设法要赢别人 所以要知道 你表面上自卑 事实上 你内心里面 你是很想展现我慢的 因为想比赢别人 但是现在的因缘条件情况 让你比不赢别人 所以就委屈自卑 但是只要有机会 就要展现那个我慢 所以要知道 你表面上自卑 事实上心里面 是要展现傲慢 只是还没机会让你展现 但是迟早 你会爆发出来 好 所以要知道 如果他外表 他展现强势 展现主宰 展现我慢 要知道 是因为他的内心 自卑 他需要别人肯定 因为对自己不够自信 所以需要别人肯定 所以就是这样 都是那个自我很无聊的 在那里攀比 然后一直在那里 自卑跟我慢 那些都是负的能量 用那些负的能量 来诛咒自己 来捆绑自己 浪费了多少宝贵的生命 所以我们要来到 没有自卑 没有我慢 怎么办 对 好好的下功夫 学习道德经妙节 目前是这个 是非常有效的方法 当我们内心自卑 就是因为我们那个自我意识 一直在作怪 这个自我意识 就是错误的认知 当我们对道德经妙节 下功夫深入去体会 去学习之后 你对生命实相 就会越来越正确 越深入的了解之后 你就会渐渐 学会做生命的主人 你体会到 我跟一切众生平等 那种平等心出来 你会来到 没有自卑 没有我慢 所以很重要 这是要来到 我们要有 真采实学 你要来到 没有自卑 我们要有 真采实学 而这种真采实学 不是世间的那一套 知识学问 学术 是要真正 有智慧 有德行 有道 你有道 有德 有慈悲 有爱心 你自然 能够活出生命的 神圣庄严 好 祝福 好 好 快 好